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環節鑑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所以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政券的分析員王偉豪 Wafi 你好 Wafi 先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家庭觀眾是黃先生 想問兩隻股份 分別是856韋視控股和2號中電 他想定下買入價和止蝕位 不如先說說856韋視 就見到現價1.26韋視 今日跌在一仙下來 前景上你可否看好這股份 如果說到威視方面 的確你說 一向是否有很多消息 關於他自己 其實常常和一隻都不是 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等 其實出業績過一兩下 稍為有一個繳一族或彈彈 所以你會見到這一層來說 相關對於他來說 就沒有太大的消息 令股價繼續向上走 所以整體來說 你都會見到股價 是不斷反復 都是現階段的價位 大概過二至過四 這兩紅子水位 都徘徊了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整體在上面 你說前景上 或是只是對股價上 來今的走勢 可否看好的時候 那我猜猜猜猜 不是說不看好 但是我覺得 各上市的動力 可能都稍稍欣奉 那猜猜猜 如果真的要買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些水位 都可以叫它直撥 因為你都見到 是就是走勢 不是說非常漂亮 但是好就好在 叫做都比較長時間 就是突破完這一下 上來之後 都叫做一五十天線 站得比較久的了 所以都可以叫做二五十天線 做一個止洩位置 其實如果你這些位置 上車的時候 用五十天線 止洩的話 其實相關控制位置 那個風險性 我覺得就不是太大 但如果上網空間去到哪裡 其實都比較清晰的 就是整個走勢圖都會知道 其實今年二月開始 都延伸了比較明顯的下降軌 所以我覺得先定下 用下降軌的頂部位置 大概是過六左右 就是中線的目標價 所以我覺得先這樣看 大概是過二至過三上車 上網過六 下網的大概是過二 剛才兩大一點 就叫做 雖然你說近期都沒有太大的新聞 或者公告關於他自己 但問題就是前陣子都說過 有一個自己所足的事件 雖然他澄清了 對他那個存貨等因素沒有什麼影響 但某場上這一點 可能都會令到慢慢來 才會知道詳情 或者真的做出來 或者存貨才會知道 所以某場所都會覺得 接下來你說是否向上升 或者向下升的機會大不大 這一位置 我都會覺得暫時 都是比較忠勝一點 不敢說太過看得正面 甚至大力的編商 好在好在都不會太過負面 另外黃先生就想問一下 二號中電 中電現價在69.8 今日跌了五毫半下來 最低是69.3 有消息說到澳洲方面政府 經參議院 今天已經通過了 一男子的潔淨能源方案 中電控股 預料在2011年的財務業務 就會受到不利影響 根據有關的法案 中電可能就要為 澳洲全資附屬的TRU減值 會不會對業務上 或者對營利上 可能業績不是那麼帥 如果中電來說 不斷地強調 其實這隻股份 相對走勢比較穩陣 或者相對平穩一點 當中來說 當然是受惠翻譯 整個市叫不好的時候 或者這幾下 由第三季開始 大家看到市況 特別外圍方面 不明朗的時候 都害怕的時候 都令資金一定留在相關股份 所以某場上 這些公用股股 一定會發揮少許的避險性質 所以你很明顯看到這幾下 雖然最近整個市場上不少 當然輪流不輪到它升了 但幸好它也沒有跌 仍然在這些價位不斷地反復徘徊 所以如果買下這些投資者來說 相對都比較穩健 或者可以叫放心 但至於剛才力高大到 今天這個消息 即是澳洲方面的一個潔淨能化 某場上會不會對於它來說 減值上面或者真因素 對於它遲些業績會比較大影響 我覺得這樣看 現階段要減值多少 或者對它業務上有多大影響 都叫未知數 甚至都需要等它詳情去繼續公佈 但我自己這樣看 從何可以看到對它影響大不大 或者對它實質 現在的反應上 大家市場的境界性高不高 其實看股價走勢都會知道 當然今天開出來 叫做一個裂口下來了 但我看到的話 就是看到低位上 也叫做買款買回來 可能大家或者在市場上 相對比較 叫做特命度高一些 或者看得很前景的朋友 都會覺得 可能這一方面對中電影響性 不是太大 只是短線的消息上的負面因素 雖然股價下了低位之後 都看到慢慢要賣款上來 慢慢更加完成了比較明顯的陽足 現在來說 叫做市場是20天線 所以走勢上不算太過差 根據方言來說 仍然好幸好 叫做延伸上來 都叫力守著整個中期的上升軌 所以如果真的要進入的話 要考慮的時候 其實在大概20天線 大概70元邊這位市 即現階段的水位 去到市 我都覺得不是太過危險 根據方言不斷強調 這隻走勢相對比較平穩 如果你真的就算中長線也好 或者短線也好 其實我會覺得 可能短線賺就賺得不多 但某場相對 我覺得虧損性 也比較 就是風險性來說 都比較低一點 而且中長線更加安全一點 而且收息功效等因素 也比較高 所以現階段要考慮這隻的時候 我都覺得挺值得建議的 所以要上車的時候 其實這些水位度 大概 天線大概70元邊上車的時候 我會覺得只要它能夠突破 之前71元這區間 即是這個小小的長輔形衝突的時候 已經慢慢可以將目標價 推到大概73元 所以我覺得中線的看 以73元做目標價 相反 落到什麼位置做止蝕的時候 其實也比較容易 的確不斷強調 我覺得穿回近期低位 大概68元左右的區間 才能做止蝕離場 或者減遲部分 我覺得相對控制性的確比較容易 這隻 都可以在這個市場來說 大家都可以繼續考慮或跟進 好 麻煩你 另外不如又看看 一些個別板塊 就見到內地電信股 今天有消息說到 法國偉對中聯通和中電信 進行反壟斷調查 或者可能要罰款數億元的罰款 見到今天兩隻股粉都跌了下來 看看今天的表現 中移動方面升近接近1% 升7毫升到$76.05 中國聯通跌6先到$16.1 中電信跌超過1% 跌8先到$4.76 雖然兩隻股粉不算跌太多 法改委對聯通和中電信的調查 就是在一個寬帶接入入 以及網間結算領域存在壟斷問題 兩間公司在寬帶的接入領域收入 分別是500億和300億 如果事實成立的話 將會對兩間公司 處於1%至1成的罰款 其實寬民業務上 如果真的涉及壟斷的話 如果兩間公司真的要罰款 又或者其實對他們的影響又大不大 如果這樣看 的確有這些叫做調查 或者有罰款的消息出來 無論你壓度是多少 或者真的對業務上影響有多大都好 怎樣這些負面消息出來 一定對股價有一個負面反應 所以要初步來說 跌就基本上可以說是原料之內的事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跌得不多 或者是Nikul問到的 究竟那個因素或者影響性大不大 我覺得自己這樣看 跌得不多的因素 可不可以正正大家看到 這個消息或者新聞 依然是一個叫做全景 未正式落實 根本就算是落實的話 以剛才聽Nikul所說的數字上 這兩家公司在這方面的收入 每年都有300億至500億的區間 我想佛的只能大約是10億左右 或者是十多億 即幾十億 所以佔的比重大約1%至10%左右 對於整體收入來說 不算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 可以這樣看 所以初步來說 大家市場上 就是受到這一下 一個稍息出來的時候震了下去 但某程度上都會看到 可能影響性不算是非常大 所以令到股價來說 沒有再加深或跌勢 更何況大家始終都是看那一店 看幾個電訊箱 雖然你今天受到少許不利因素影響 但某程度上一看 當然我們看實質業務上的增長 譬如3G上面的上下量 或者接下來大家打賣買電話的戰略 我從而上都會覺得 這一刻來為止 其實以聯通來說 這方面做得蠻好的 而他們之前是曾經發覺刑警 或者出來的時候 都叫做倒退等因素 但某程度上都見到他們慢慢做了很多減價戰 或者買便宜手機之後 其實成效是見到回來的 現在來說 反過上壓量 或者來講 都有機會達到標 甚至也不用太擔心 所以記者加加納外 大家都是看反而那邊的比重 剛才所說的電訊業務比重 可能真的比較大 反而對今天這個消息 只是一個純粹現階段的消息 層面上震了下來 實質來說 仍然有待跟進 或者可以真的看回 可能壓度不太大的話 都會覺得影響性不太大 所以不算跌勢太急 所以暫時我會覺得 大家都不需要看電訊箱 看太過悲觀 好 麻煩你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裏有持有 沒有的 好 麻煩你 給大家看多次恒指的表現 見到恒指最新升340點 去到2018點 升了1.73% 成交額只有400億 其指方面升212點 低水12點 去到205點 國企指數升236點 去到10923點 升了2.22%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見面